让我们稍微分析一下政府对于花东 台东到底通不通 这个交通问题一直存在 台东的民众早就等了又等 针对花东铁路电气化或者是富岗渔港的问题 在黄金十年幸福台东的论坛节目当中 邀请到交通部次长叶匡时 以及议长饶庆林 东办副执行长张家明 还有陆明温泉董事长潘贵兰 共同面对面一起探讨 所有民众的声音在立法院要反映出来 而且是积极的跟地方中央来配合 争取台东的交通建设 刚刚主持人也说到 就是总统对于东部的建设 尤其是台东的交通建设相当的重视 相当的能够给予我们补助 那刚刚也非常高兴听到这次说到 我们的黄金十年的整个在交通的部分 提到了以铁路为主公路为辅的 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愿景 那么在台东我们非常需要 就是在全国的铁路的系统当中 唯独剩下台东的铁路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权限的双轨以及电气化 那另外很重要就是南回公路 这个已经核定了 而且我们今年年底就会重工 南回公路的改善 其实某一个意义上跟梳花改 是非常类似的 就是瓶颈的路 不安全的路 我们通通没有把它改好 这精彩的节目内容 也在10月21号晚间8点半 在东台有限20频道首播 希望民众踊跃观想 共同了解未来交通建设 是不是真的可以有所改善 台东能不能幸福 一起来了解 东台新闻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